快的修行路 尊贵的导师梭巴仁波切 是耶席喇嘛的新传弟子 两位喇嘛在1964年相遇 1971年在尼泊尔建立科盘寺 且一直为了把佛法介绍到西方的心愿而努力 1984年耶席喇嘛原籍了 梭巴仁波切一间独挑起领导物联会的重任 以不忍圣教衰 不忍众生苦的悲愿 始至圆满上师耶席喇嘛的遗愿 要在印度建造一尊尼勒大佛 促使大乘教法常驻于世 任波切所有的时间都用于修行或教导众生 中年马不停蹄地走访全球各地 推动种种弘法立身的事业 即使在视线变相的时候 任波切仍然不愿放缓脚步 任波切常说 如果我活着的时候 不能对众生有丝毫的利益 那我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我已经禅修佛法大约五年了 最初几年我确实感到自己的心 很明显地比较平静 生活也比较平顺 但是最近两年 我丢了工作 而且生了重病 有时候我想也许是自己修得不对 障碍才会不断地出现 而不像最初几年事情都很顺利 我做错了什么吗 听到你失去工作而且生病 我感到非常遗憾 你很清楚 这是轮回世界的本质 诸如此类的事情会发生 是因为我们过去不同的业 当你修行佛法 自心服务其他友情时 往往会在今生净除往昔非常严重的恶业 本来会堕入地域好几节的业 可能转现为逆境 例如生病或今生的困境 还有 思维我成功了 我过去曾经发愿要取受其他友情的苦 现在所有的果报现前了 我是十分幸运的人 是最幸运者 有坏事发生是很自然的 我目前在一个佛教的慈善机构工作 并且遭逢事业上的困境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什么我可以做的事吗 当你重设的计划 对友情的利益越广大 越深入 往往会生起障碍 不一定是每一次 但是经常如此 你必须有相当大的功德 才能够提供那种福 否则 友情可能早就轻易成佛了 不会有任何友情留在轮回当中 你所做的是很重要的工作 令你的人生具有意义 虽然无法赚很多钱 但是功不堂倦 本着善心服务 其他友情 即使失去了整个事业 还是会从中获得大量的功德 如果你从目前的努力中 是一个人生的乐趣的意义 情况如此 更不用说这种人生是空洞 而毫无意义的 由此可见 这两种生活的极大差异 一者是只为自己工作 另一者是服务友情和佛陀的教法 为其他友情工作 令我的人生具有意义 我一辈子都不是重视物质享受的人 所以不是很在乎金钱 而比较在意修行 两年前我环游世界回来后 决定在伦敦定居 自从我回来后 一直无法找到稳定的工作 也很难找到好的住所 我觉得请求您指点物质上的成功 有点可笑 不过我开始了解到 自己需要一些基本的物质福利 才能够顺利地继续修行佛法 做水供 灯供 以及尽你的能力所及 做其他的供养 每天做 多多益善 思维 一切诸佛都是我的上师 不管你是和哪一位上师解法员 从事和上师有关的行为 业果最大 所以 借由供养你的上师 累积的功德最大 远超过供养无数的佛 法 身 佛像 佛塔 圣像等等的功德 会带来最迅速的成功和安乐 不仅是今生 还有来生 包括就近成功 解脱和圆满佛果 在日常生活中 尽量对其他友情修善行 甚至在小事上 也要帮助其他友情 另外 也要对其他友情修布施 结果是 你所有的愿望 终究都会实现 美好的人生篇 美好的人生和恶劣的人生差别何在 你可以依照佛法的智慧 对菩提道次第和业果的了解 也可以依照贪心 唯我独尊及自我爱惜 去诠释人生的好坏 这两种论点自然是背道而驰 贪心认定的好坏含义 尤其和智慧诠释的内涵 南辕北侧 这正是困惑所在 一般来说 世间人大都随顺贪心 对他们来说 美好的人生 是以外在的发展来衡量成功与否 积聚更多更多的财富 朋友子女等等 这些外在看得见 象征繁荣的东西 便是贪心最重视的事物 从佛法的观点来说 如果一生都在造善 不造恶 就是美好的人生 如果去年造的善业多于恶业 就是一个好年 在二十四小时当中 如果积聚的善业能超过恶业 纵使筋疲力尽 乃至修行的差点死掉 那一天的人生也是美好的 这是佛教定义的好坏人生 善业和恶业相对的比例 不管你认为从外在的享乐 找到多少快乐 多么令你兴奋 你还是要自问 这样的快乐是基于佛法的观点 还是自己贪心的观点 你应该分析 自以为是快乐的经验 而且你必须考虑夜报 真正快乐的人生 必须具有良善的动机和善报 那才是快乐的人生 例如说 你今年哪月 牺牲现世的大量舒适及享乐 以便过清静的生活 假如你还没有舍离贪心 内心会相当苦 因为你的心 还没有清除攀缘 今生的贪心 还离不开属欲 还没有健康的心 便无法以修行或持戒为乐 但以佛法来看 那还是美好的人生 当你在闭关 服事善友 或饶意友情上面 遭逢困境 如果你坚持下去 你仍是在确保人生的美好 道理何在呢 因为你所造的功德 总会带来好的果报 我一直想要讲的重点在于 纵然你发现人生艰困 牺牲了大量舒适享乐 内心可能还没有得到快乐或满足 但修行佛法 必定会为你确保美好的未来 因为你所造的善业 果报将是来世乐 不仅仅一世 而是多生多世 长远来说 你会获得许多快乐 好的转世 解脱乃至佛果 所以 即使你感到修行困难 不能乐在其中 请勿丧失勇气 增长财富篇 要获得成功和财富 很重要的是不要只修财神法 要成功最重要的是要修布石 财富 财富与经济的繁荣 主要来自布石与供养三宝 供养上师 佛 法 身 并对友情 修布石 和仁慈 那是基本的因 首先 发菩提心 为了要提供保存 和弘扬佛法的上师 和生且必需品 为了正在经历佛法 和物质贫困的友情 而要获得财富 最主要的是如此残修 当你把水倒在财神像的头顶上 并持真言时 观想财神的体性是上师 供水并思维你已经生起无量大乐 财神非常欢喜 赐予你所有的成功 带给你所有的财富 或你所欲求的一切 一秒钟也不延迟 如果有人非常吝啬 又不太修布石 就算你修私与财富的财神法许多次 要成功 也要花上很久的时间 在每日生活中 修持任何你可以做到的布石 尤其是供养上师的其他弟子 思维他们和上师是一样 这会造下许多功德